洛亚奥特曼与德拉西翁相比 谁强谁弱 一边是宇宙第一道光洛亚 一边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世上 德拉西翁 这里会放在一起比较 谁能干啥一场 本集体的专业 来自于小伙伴传说 Zither.com 咱们先说洛亚奥特曼 洛亚奥特曼是神秘少之业 其被迫的洛亚之业 使得洛亚拥有穿越空间和时间的能力 就这一能力就能秒杀绝大部分的奥特曼 不愧是传说中的光之巨人呀 那么德拉西翁是何许人也 德拉西翁长什么样子的 似乎没人知道 咱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光环全渦的样子 似乎没有本体的说 这也太不科学了 说到德拉西翁 雷杰托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线索 毕竟雷杰托是唯一与德拉西翁 有个对话的英雄 洛亚奥特曼找到雷杰托 老雷呀 你说那个德拉西翁 咱们要是真干起来 谁能赢啊 雷杰托可可一笑 洛亚奥我给你共啊 这个德拉西翁派出的小分队 差点把我给打死 你说她的实力有多恐怖 咱们神秘师傲联手 或许都不是她的对手呀 鬼鬼 不过 曹尔认为洛亚奥他们更上一筹 因为德拉西翁率领的星际战队 以维护宇宙和平而出现 简单说就是哪里有宇宙危机 就会出现在哪里 对于德拉西翁本人而言 他只是一个宇宙一实体 没有实体的德拉西翁 等于说 他的战斗力其实就是 所率领的星际战队而已 那么一个星际战队 对于宇宙第一道光的洛亚来说 那就太简单了呀 洛亚的实力不比雷杰多差吧 雷杰多都能很少星际战队 更何况是究极奥特战士 洛亚呢 所以就目前来看 洛亚绝对 晚上得了希望 如果我后面出现了德拉西翁实体 那么咱们的说 感谢小朋友们来给我投票 西翁Play 投票前十名 我都给你们点光